高雄本來是個善良淳朴的城市 卻在政黨故意的操弄下 造成社會強大的對立與仇恨 對於民進黨撕裂民心 造成社會動彈不安的作法 我們表達最嚴厲的譴責 今天是許議長林棠開放給各界悼念的第一天 感謝各位長官前輩 親朋好友們 對許議長及其遺暑的關懷 許議長在6月6日走完精彩灿難的人生 卻讓6月6號成為我們最悲傷的一天 從此我們高雄失去了一位 以市民為先 以地方為念 坚守為民服務崗位的議長長達26年的民意代表 而議會則失去了大家長 對此我們感到非常的哀動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希望能夠換回社會的良知 因此對於民進黨失業 造成社會動彈不安的作法 我們表達最嚴厲的譴責 最後我希望大家在懷念許議長為高雄付出的貢獻 同時也要深思許議長憂慮之所在 大家一起努力讓我們高雄可以變得更好 在此我在代表我們許議長的遺囑 在這邊向大家深深地一舉空 表示大家的關心關懷 感謝大家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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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